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学家认为史上最长的泰坦巨蟒Titanoboa大约有46英尺长 Titan的意思是巨大的 而Boa则是蟒蛇 这是根据泰坦巨蟒和暴龙真实比例而创造出来的插图 科学家甚至以为如果两者发生冲突 他们赶赌 获胜的肯定是泰坦巨蟒 无疑的泰坦巨蟒称霸于六千万年以前的地球 2007年时古生物学家在哥伦比亚的赛雷乔恩 Sara Jones找到了他的头骨 古生物学家因此从泰坦巨蟒的头骨推理 它的身长至少也有46英尺 差不多1400公分 这张图展示了两条蛇的头骨 小的是17英尺的大蟒蛇的头骨 而大的则是泰坦巨蟒的头骨 有没有小无见大无的感觉呢 为了庆祝泰坦巨蟒的发现 美国建立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泰坦巨蟒的模型 而这个模型如今能就展览于 美国华盛顿州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泰坦巨蟒嘴里含着一只巨大的鳄鱼 专家认为泰坦巨蟒可以口吞下20英尺的鳄鱼 尽管泰坦巨蟒已经灭绝 然而科学家认为只要地球够热 并不排除泰坦巨蟒重现江湖的可能性